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皮包骨头 月子里 婆婆拿出高高在上的架子伺候我 粗茶淡饭 对我父母送来的排骨鱼肉嗤之以鼻 你家里人也不看看新闻 现在的肉多不健康 都有毒 你吃了奶水都有毒 孩子怎么能健康成长呢 有时候他嫌麻烦 直接把肉丢了 如他所愿 孩子三个多月时已经没有奶水吃了 我是我们市医院的一个外科护士 三班倒的作息时间很不规律 老公斗文明是一个公务员 我们在朋友的饭局上认识 经过朋友的撮合 很快恋爱结婚了 婚后我俩租了三年房子 后来买房子的首付是老公家里拿了大部分钱 房产证上没有我的名字 我倒是不纠结这些 觉得过日子不必介意这些细枝末节的事 婚后我才发现 正是这些琐碎的事情让我心里焦脆 豆文明全家把我的自尊贬得一文不值 豆文明也算是个好男人 我整个孕期婆婆都没有来 豆文明对我是倍加关心 家里的家务全包了 虽人累 但我的心里还是温暖的 一直到我住院 公公婆婆疯疯活活地赶来 看到生了个女儿 公婆的脸色突然暗了一下 婆婆随即说 没事 第二胎肯定是男孩 豆文明说他妈不会做饭 我单纯地以为只是一句谦虚的话 没想到是真的不会做 粥和咸菜配着馒头 已经算是标配了 偶尔炒一道素菜 就算是改善生活了 中午的面条白花花的 放点盐和青菜 硬说味精和香油是化学物品 吃了不健康 晚饭有时候过分的 把中午的煮面汤一热就算一餐 我妈给我送来小米 婆婆说她年轻时在生产队 喝小米汤喝怕了 看见小米就像那个年代的人头上 生出狮子一样恶心 我喜欢吃菠菜 婆婆说超市里的菠菜有农药 洗不掉 我爸专门从老家送来自己家里种的菠菜 婆婆说 她年轻时在生产队喝菠菜汤 汤里经常飘着虫子 她看见就反胃 我没想到我长这么大 在这个美好的二十一世纪 居然真真实实体验到饥饿的滋味 是不是很荒谬 比天方夜谭还让人不可思议呢 我夜里给我妈打电话哭 我妈说等回来娘家好好给我补补 我爸辗转减堂公交车给我送来的排骨和肉 不是被婆婆做得难以下咽 就是直接丢掉 而邓文明对于我的哭诉 居然说他从小家里条件不好 他和他姐就是这样被养大的 两个人都考上了大学 粗茶淡饭对身体没有影响 我问他 到底是我给你做的大盘鸡好吃 还是这清汤面条好吃 邓文明居然说对他来说都一样 都是填饱肚子的东西罢了 我订了外卖 婆婆把送外卖的差点骂晕了 邓文明起初安慰我 他父母含辛茹苦 把他们姐弟俩拉扯他不容易 让我迁就点 等出了月子就让他父母回老家 然而 我在娘家住了一个月后 公婆居然来了 屋子里反而堆满了他们从老家带回来的生活用品 邓文明给我解释 当他的父母听说 我将来准备要请保姆照顾孩子时 立刻就火了 说请保姆的费用不小 还说现在的保姆多坏啊 不是摔孩子 就是给孩子逛安眠药 如果从这点考虑 也绝对是正确的 层出不穷的新闻 确实让人心寒 想想婆婆做的饭 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每次下班我回来买熟食 他会说我浪费 我自己在外面吃过饭 回家不吃饭 他会说自私 我不知道 我究竟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一家子 邓文明说 看在他的面子上 给婆婆点面子 吃婆婆做的饭吧 有一次喝面汤泡馒头 我实在难以下眼 就把馒头直接扔进垃圾桶了 没想到 婆婆居然气得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说他见不得浪费粮食 就我扔的馒头 不知道是多少麦子才加工成的 邓文明只说了一句 妈 您别小题大做了 心情不吃 就饿他肚子吧 婆婆又开始不依不饶 说到文明娶了媳妇 忘了娘 连娘的话也不放在心上了 我看着心烦 直接进卧室了 婆婆不知道好了多久 家里才安静下来 邓文明进来卧室 命令我去洗碗 我瞪他一眼 他连忙过来求饶 老婆 你洗碗 我给你按摩好不好 不要让我受甲板剂 我忍耐多时的气终于爆发了 一把把他推开叫道 今天 我就不洗碗 你们怎么着 邓文明压低声音说 你小点声 我一会儿去洗 就告诉我妈说是你洗的 我把他推到门外 谁爱洗谁洗 高香亭的婆婆又开始叫唤起来 公公开始煽风点火 你一个大男人 连洗碗这事都弄不住媳妇 太没出息了 想当年你妈在你奶奶跟前 大气都不敢出一下 邓文明再次进来卧室 一边给我拾脸色 一边凶巴巴的说 你今天到底洗不洗碗 我想 我那天乖乖配合邓文明 去把碗洗了也就算了 当我再次拒绝时 邓文明一下子把我推到了床上 那力道不小 我疼得失去了理智 站起来就朝他的脸上扇了过去 估计邓文明当时也挺后悔 所以我打探的时候 他一点都没有还手 他的脸被我的长指甲抠烂了 气得公公垂胸顿足的 我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都文明买了礼物来接我回家 跟我父母保证要好好对我 他跟我商量 如果我父母能过去看孩子的话 他愿意让他父母回老家去 然而正好碰上远在上海的哥哥家 生了孩子 嫂子整个孕期 父母都没有帮上忙 一直都是嫂子的母亲在那边照顾 原本相安无事 可老人家在买菜的路上 被电动车撞到骨折了 所以我父母于情于理都得去上海帮忙 考虑到产假也快歇完了 我还得去上班 只好回家去 一路上 都文明不停地跟我说好话 大概意思是让我忍忍 等我的父母回来 给我们看孩子就万事大吉了 说真的 他说这话时 我觉得是特别的诚恳 重新上班后 因为工作强度大 奶水很快就没有了 我只好给女儿断了奶 每天下班回家 都累得不想动 对于有轻微洁癖的我来说 有时候真的没有力气去收拾家里了 尤其生亡孩子后 我感到严重的气血不足 而公婆并没有停止 他们高高在上的姿态 有时候我晚上下班回来 还得去洗碗 不然第二天早上绝对还能听到 我破寒沙摄影的跟公公说我 我只想父母赶紧回来 所以也不觉得有多煎熬 我千盼万盼 我父母回来的信息 哥哥却打电话告诉我 嫂子的父亲中风了 他母亲要全新家伺候父亲了 所以我父母暂时回不来 就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 都文明开始明目张胆了 我一抱怨 他就会说 你父母不来 又不是我不让他们来 我俩真正打的第一架 是得文明老家的二叔 未切除在我们医院手术 我给他联系好了专家 手术非常顺利 没想到 在公婆去医院探望那个二叔时 二叔居然说 哎 说出去我都害臊 我那个部位居然被星星看到 还摸了 最后我才弄明白 手术前要插尿管 我怕实习生插不好 就亲自上手了 没想到 这居然成了我的污点 还升升到了 我的职业很恶心的高度 我婆说 原本就觉得护士这个职业 给人端屎端尿不体面 没想到 每天还得看那么多 摸那么多男人的命根子 光想想就个影人 说他活了一辈子了 也没见过公公的命根子 公公天油加醋地说 哎呀 我这老脸都丢光了 以后还怎么回老家 死在城里算了 省得以后回家 被人戳几两骨子 这些话 是我在进家门前听到的 后来对面邻居说 他下班时 公公在楼梯口站着 我猜 是专门看我什么时候下的班 好开始演戏 那次 我一进屋子里 段文明就让我换科室 换内科或者五官科都可以 就是不能在外科 我抱着女儿不搭理他 他把我拉到沙发上 郑重即适地说 我是认真跟你说的 活泼也附和 你每天见那么多男人的身体 不恶心吗 公公也下意识退后一步 我哪天要开刀 打死我也不去你们医院 我丢不起那个人 我拍着女儿柔软的小脊梁说 心里龌龊的人 看什么都是龌龊的 咱们心怀阳光的人 看什么都是美好的 这一句话 惹怒了一家三口 段文明把孩子抢过来 塞给婆婆 上来就打了我一耳光 我起来还手 段文明起初只是用手挡着 公公在一旁煽风点火 你今天不好好收拾这个娘们 你就别叫我爸 我大吼了一句 你们都是神经病 段文明的拳头像雨点一落了下来 我只有一种感觉 哀莫大于心思 段文明晚上用毛巾给我擦脸时也哭了 我问她 她爱我吗 她说她不知道 我说离婚吧 她说不要 保证以后不会再动我一下 甚至割破了手指 给我写血书保证 我真想让她爹娘此刻进来 看看她儿子的举动啊 我一心软 没再坚持 我太舍不得孩子没有爸爸 也不知道离婚了 我怎么带孩子 家里气氛窒息的让人喘不过气 女儿乖巧的让我心疼 即便在需要喝奶粉换尿布时 才小声哼哼两句 一天夜里 我去上卫生间 看到里面有一个人 我大叫一声打开灯 原来是公公 我埋怨她上厕所不开灯 也不关门 她却理直气壮的说 为了省电 还阴阳怪气的说 你每天都看了多少男人的私处 假装什么害怕呀 我嘟囔了一句真恶心 公公却开始找茬 把邓文明叫了起来 说我骂她流氓了 我是真想骂她流氓的 可我明明没有说 但邓文明却不信我说的话 她推了我一把 刘欣欣 你至于说话这么忙着吗 公公继续火上浇油 这是我家掏钱买的房子 我想怎么上厕所就怎么上 婆婆也出来助威 就是 自己家的房子上个厕所怎么了 轮不到一个外人来说 邓文明的工资 大部分还了房贷和车贷 我的工资 用来家里的日常开销 我怎么就成了外人 我一股脑地发泄着自己的委屈 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邓文明的手 被婆婆死死地拽着 她的手里还攥着纸巾 婆婆不耐烦地说 不想住你可以走 还你娘家住去吧 我拿了车钥匙 穿着睡衣就冲下了楼 回娘家的路 平时只需要四十分钟 那天夜里 我却开了两个多小时 一路上我失声痛哭 两条腿都是软的 到了老家 才意识到父母远在上海 我感觉那一刻 我已经快哭断了气 我不知道我活了快三十年 为什么把自己的生活 过成了这个鬼样子 是我不够圆滑 还是我真的太作 我准备起诉离婚 婆婆说我是吓唬人 想以此要挟动文明 想把我变成当家人 趁以为她家有皇位 要继承了 我拿出被打的视频 让他们看 如果不同意离婚 我就把视频传到网上 没想到 董文明居然瞪着眼睛说 刘欣欣 没想到你这么有心境 居然暗地里装上了摄像头 没错 从董文明第一次推误 我就装上了 我幻想过 董文明能清醒过来 明白夫妻关系 才是家里的定海神针 也希望摄像头 永远派不上用场 但是我的一再隐忍 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羞辱 哥哥知道我的想法 表示绝对支持 他让父亲回来 帮我照顾孩子 等离了婚 让我带着孩子 去上海找工作 董文明的父母回到了乡下 我每天奔波在医院 和娘家的路上 董文明来找过我很多次 他说他是不会离婚的 甚至发动我们的护士长劝我 保证请个保姆看孩子 绝不会让他父母来了 我父母也劝我重新考虑一下 孩子这么小没有爸爸 确实太可怜 但我心意已决 哪怕孩子没有爸爸 也好过他有一个冷血 而言而无信的爸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尾